现任建筑倒数 美国总统拜登来到亚利桑那中 拉文村Gilla River原住民保留区 也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 然而发表演说时画风一转 为美国早年实施童话政策 消除原住民文化道歉 情绪激昂时而感谢 情绪激昂时而感谢 美国总统拜登做出历史上的道歉 也说是150年来 美国历史上最害人的一页 因为当时为了要消除原住民的文化 从1819年到1970年间 美国在各地开办多间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 许多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寄宿 并遭受虐待 估计将近有一千多名原住民儿童死亡 不过随着美国11月大选将近 总统拜登在这个时间点 对美国过去不亦历史公开道歉 也被外界质疑 有意协助贺锦丽打选战 不过也因为如此 也让美国原住民族人过去的历史长八 贪在阳光下 我们希望下一个政府会保护 甚至增加民族的正确性保护 让民族人给他们坐在桌上 觉得新闻质量比较柔 贬义 谢谢 那是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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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是